好 来看到这名夸张驾驶 这是北部的一名寄前车司机 十一年之内 他有八次跟前客户是其他驾驶 发生暴力冲突 甚至他还杀过人 坐牢将近十三年时间 想不到出狱之后 他继续在开车载客 现在火爆脾气完全不改 今年四月份 他就在新北市清店 载到一名酒醉男子 差点又闹出人命 前方是以杀人 未遂求处无期徒刑 想不到首度开庭 这名问奖却说自己很有爱心 才会送人回家 但是他责怪是乘客 态度很差 他不想杀人 只是过度防卫 面临检方求处 无期徒刑 杀人司机李建中 首度出庭 承认动手伤害乘客 但没有杀人犯意 只是对乘客先打他 过度防卫 一时气氛紧张 不知道攻击对方 哪个部位 直到去派出所 看监视画面 才知道乘客的脖子受伤 他们一趟血刺 有给他清掃 所以一趟血刺 对对对 很大 今年四月四号凌晨 李建中再到酒醉乘客 受不了对方口气差又踢椅背 在新店的安民街停车赶人 却动口又动手 造成乘客颜面骨折 昏迷休克 法官问李建中 乘客倒地之后 为何还要攻击 他说自己有爱心 送乘客回家 想到对方喝醉 杀人放火 什么事都会做 让他想起自己父亲也是这样 才会气到用脚攻击 李建中不是第一次下重手 之前有乘客争执开车路线 就被他打 路上有人超车也被他打 像弄汇车互不离让 他甚至杀人 判刑14年 显然没让他彻底觉悟 才会在出狱之后 差点又害死人 记者综合报道